勇者们第三次来到了怪物城 只为打败邪恶的隐王 灰太郎依然和小羊们一起 成为战友的他们变得更加默契 怪物们依然保持着优良传统 到店就立马下班 从来都不会拖拉 很快怪物城就变得冷清 勇者们也不费吹回之力来到了隐王的宫殿 再次见到老熟人 大家的心情还是很不一样 那时候的小莫还是战友 谁知道他居然是隐王的儿子 寻找勇者不过是为了复活他的父亲隐王而已 看到勇者们前来 小莫也很不理解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再次前来 或许是之前的相处 小莫对他们还有感情 之前他也骗了一批又一批的勇者前来怪物城 但没有谁像他们这般 不过小羊们对小莫也有了新的看法 最开始以为他欺骗了大家 可得知他是为了救父亲 意义好像就不一样了 起码他很有小心在 只是昔日伙伴站在了对立面 小莫使用了暗影之力 丝毫也没有留情 小羊们一路逃到了生命树前 哪知这一切都是小莫故意的 不是为了真正的攻击他们 而是为了勇者们的记忆 记忆球出现落地破碎 揭开了一些秘密 原来当初是小莫向父亲求情 才让勇者们美于被石化的命运 但隐王有条件 勇者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成为居民 得知真相的灰太狼想要感谢小莫 但三怪兽却出现捣乱 给他们增添了不少麻烦 阿巫无法承受阿毛巨型罗暴的重量 导致发射方向偏移 击中了生命树 也是因为这个意外 让四季城的居民都恢复了记忆 小羊们也一样恢复了记忆 重新拥有了能量 可是隐王的实力太过强大 那种无形的压迫感 让勇者们感觉力不从心 还是灰太狼聪明 提炼了势力草来恢复体力 大家实力再次恢复 可是破影大王的实力太过强悍 面对他的攻击 勇者们非常吃力 四位城主也开始了行动 他们开启了传送门 尹王和小羊们也面临心的麻烦 不过勇者们团结一心 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 一定能克服所有的难关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